好那接下來可能就有同學會有疑問 我們今天為了控制這個七段顯示器 需要兩大類的控制訊號 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複雜呢 這是有原因的 接下來我要講的一個重要功能叫做掃描 那各位必須去理解這個掃描的原理 才有辦法去修改 它的code 去完成我們想要 展現的功能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設計了小時鐘 那小時鐘 它有幾個數字 它有小時 分鐘跟秒鐘總共六個數字 那 很遺憾我們 這個板子上的七段顯示器 我們只有四個能用 只有只能顯示四個數字 那我們要 如何才能讓 時鐘上面的小時 分鐘 秒鐘 都能夠 在七段顯示器上 展現出來呢 這就是 會產生一個問題 再來 老師所提供的模組 它的掃描模組呢 各位看到了也只是從零數到五十九 是一個 計數器 它會數六十個數字 那它所用到的顯示呢 是不是也只有兩個 數字而已 那如果 我們不理解這個 掃描模組 它的原理的話 直接使用 人家寫好的模組 套用在我們的小時鐘上面的話 也無法顯示出我們要的十分秒 因此 去理解那個掃描模組的原理就非常的重要 好 那 我們看 接下來的部分 這個 剛剛提過下面這個角位 總共有 八個 這八個角位呢會 同時控制 四個七段顯示器中的 特定某一段 LED燈要不要亮 注意是同時控制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們今天的時間呢 是像 左手邊這個圖 43分 21秒 但是 但是今天 我們邊寫的code 這個角位呢 它給的訊號 是同時給四個 七段顯示器的話 那 那 這個43分21秒 它並不會 如果我們所願的顯示成這樣 因為 你的訊號呢 會同時控制 四個 七段顯示器 就會像右手邊這個圖這樣 你就會看到它是 四個 七段顯示器 同步變化 它會是 111 222 333 444 這樣子 也不是我們想要 達到的目的 我們要的是 這個 它會像時鐘這樣的技術 而不是同步的 數四個數 一樣的數字 那 為了要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用到 掃描的功能 所以 剛才提到了 這個 有兩 大類的控制角位 它會提供兩種控制訊號 去 完成我們的掃描功能 掃描 怎麼做呢 我這邊稍微解釋一下 掃描它其實就像是 我們看動畫這樣 它是 動畫它是一張一張的圖片 那 圖片依序很快速的展示以後 我們就會看起來像是 像是看動畫一樣 我們看到最右手邊 這張圖 如果今天第一張圖片顯示的是1 那第二張圖片顯示的是2 第三張圖片顯示的是3 第四張圖片顯示的是4 那 這四張圖片依序 很快速的 播放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產生像 左手邊這個效果 我們會同時看到 4 3 2 1 因此掃描就是利用 人類眼睛的視覺佔了 在 不同的圖片 做快速的切換 讓人眼誤以為 這不同的圖片會疊加在一起 產生一個新的圖片 這樣就可以用來 完成我們的掃描功能 避開這種 同步顯示的問題 好 繼續解釋喔怎麼做呢 我們原本 設計的 這個訊號呢因為 FPGA板上電子元件的關係 它會 同步顯示 它會是4個1 4個2 4個3 那 剛剛有提過這個 控制訊號 再帶各位回顧 記得這4個 角位它會去 控制 這4個 7段顯示器 是否 開啟 就像 開燈關燈一樣 是否打開 這個相對應的 7段顯示器 那如果我們今天 在顯示 4個1的時候 只有第1個7段顯示器是 打開的 是Enabled 另外3個 都是 關掉的狀態 那 是不是就可以 完成第1張圖片 那同理 第2張圖片怎麼做呢 在下一秒的時候呢會顯示 4個2 那我們 處理的方式呢就是 只 啟動 第2個7段顯示器 其餘的 3個7段顯示器 都把它關掉 那就完成第2張圖片 那 依此類推 我們就可以 避開同步顯示 4個1 4個2 4個3 4個4的問題 而是 展示成最右邊這種狀態 再把這個 變化的時間 縮短到非常短的時候 這4張圖片 就會疊加在一起 顯示成43分 21秒 好 那我們要去 怎麼做 才可以 打開我們要的 那個顯示器 關掉其他的 然後讓他這樣一續的 變化 那 接下來呢 就會進入 那個 FairyLog模組的code裡面 我們來看要去 怎麼達成這件事情 請 為了要完成 7段顯示器 4個 輪流 開啟的功能 我們來看 這個掃描模組的 VairyLog Code要怎麼寫 老師所提供的這個模組 選擇 7 segment scan 這個 模組 點進去以後可以看到 右手邊他的code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模組 注意到他這邊有個訊號 Select 是2bit的 那我們來看模組內部怎麼運作 在 Always Block 這地方 當 時脈證源來臨 或者 有復原的 重置訊號來臨的時候 依照慣例 我們都習慣 將重置的條件放在最前面 有重置條件來臨的時候 所有的資料歸零 那如果 沒有重置訊號來臨的時候 else的話 這個select的訊號 它是會一直累加的 由於這個select的訊號 它是只有2bit 那它的累加就只有 4種情況 2的2次方 好 所以 這個select的情況呢 我們 使用這個 Case 來表示 4種情況在下面 是不是2bit的 00 01 10 11 就是 0 123 那 當這個select 是第一種情況 的時候呢 它的output 是後面這個 4bit的結果 4bit的 1110 那 當select 是第2種情況的時候 01的時候 它的output 或是4bit的 1101 第3種情況 第4種情況 依此類推 好 接下來我們來 觀察一下這個 每個情況 跟它的output 它們的變化有沒有什麼規律 好第1種情況 Select 是00的時候 它的output呢 在 這個4bit的 第1個位元是0 第1種情況 output的第1個位元是0 第2種情況 output的第2個位元是0 第3種情況 output的第3個位元是0 第4種情況 第4個output是0 所以 每一種情況 它相對應的就是 它的output的 4個位元裡面 哪一個位元會是0 那 這4個位元的output 它會 輸入給 FPGA版上的 4個角位 哪4個呢 我們帶大家回顧一下 就是這4個 F17 H17 C18 F15 好 假如第1種情況 1110 輸入給 這些4個角位 會變成 1 1 1 0 那 剛才解釋過 這4個角位呢其實在控制 相對應的4個 七段顯示器 要開啟哪一個 1110的話是F15的角位 給它一個0 DT的訊號 那因為 供陽極的關係嘛 這邊3.3b是高鈦 高鈦 到0 0這個DT的話 這個電路就導通 讓第1個七段顯示 Enable 這個 供陽極的狀態呢 需要 給它DT Enable 叫做 Low Active DT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模組 在處理的就是 在哪一個狀態的下 要開啟哪一個 七段顯示器 然後輪流讓這個狀態 依序變化的話 就可以完成 我們剛才 想要達到的目的 大家看 最右手邊這個圖 第一個狀態的時候 然後 Select 是00 我們的Output 分別給 這四個 七段顯示器的訊號是 1110 所以代表就是只開啟第一個七段顯示器 那我們就會看到第一張圖的這樣 只有 第一個七段顯示器的1是亮起來的 其他的七段顯示器全部都被關掉 好 下一張圖是第二個狀態 Select 是01的時候 我們的Output 是 11 01 第二個七段顯示器 是Enable開啟的 所以我們就會直接看到 第二個七段顯示器顯示一個2 其他都關閉 那依此類推 就會在 特定的狀態 顯示 特定的位元 第一個狀態只在第一個位元顯示1 第二個狀態 在第二個位元顯示2 第三個狀態 在第三個位元顯示3 第四個狀態在第四個位元顯示4 把這四個狀態的 依序切換時間縮到非常短的時候 這四張圖片就會疊加 產生 最左手邊 的這個結果 我們會看到 4 3 2 1 疊加在一起 這樣子 4 3 2 1 疊加在一起 可以呈現我們想要表達的 4 3 2 1 疊加在一起 4 3 2 1 疊加在一起 目前解釋完這個 模組 它叫 7 Segment Scan 7段顯示器掃描模組 這樣完成了這個我們可以讓 4個7段顯示器 輪流開啟 那 這個呢只完成 掃描功能的一半 接下來我會 繼續解釋後半段的部分 再次再次 再次 感谢观看